小選颱風重創屏東 部分山區的居民 暫時安置在滿洲國中避難 在第六連校區內 也是受災嚴重 另外憑200線道的電線桿 整排被吹倒 造成了滿洲鄉全部停電 總統蔡英文跟縣長周春敏 在今天前往視察 承諾要推動電線地下化 在風災過後要加速執行 電桿斷層兩節 電線裸露在外 台電人員搭乘高空作業車 加緊時間搶修 小選颱風猛撲南臺灣 屏東再度首當其衝 平200線道的整排電桿 倒的倒 斷的斷 滿洲鄉全境大停電 就連一旁的恆春也遭殃 總統蔡英文和縣長周春敏 一同來勘災 規劃要朝 趕線地下化方向來進行 緊接著一行人 來到了滿洲國中 大量雨水沖刷而下 樓梯仿佛成了瀑布一般 體育館內一片狼藉 地上的積水都還沒退去 國軍弟兄們忙著清理落葉和碎玻璃 原本這裡是災民的收容所 卻也成了受災戶之一 那災損的部分我們剛才也聽到我們在地這個滿洲國中的損壞的情況跟將來我們要復原甚至於要重建 那我們會全力來支持 屏東出身的蔡總統親自到場關心災損情況也承諾重建經費中央全力支援至於受災更嚴重的台東縣蘭嶼鄉 看到蘭嶼包括開園港還有這個所有的這些學校 還有很多的一個民宅都受到了很大的一個這個栽損 所以中央會全力的來協助 內政部長林又昌和台東縣長饒慶林 搭乘直升機到場協調災後復原工作 要盡力在最短的時間內幫居民們把家園恢復原貌 記者蘇世文 林晨潔 楊維達 屏東 採訪報導